段树华67岁 退休金3600元 厨房面积90平丧偶 这多少瓶的呀 差不多90 好大呀 好宽敞好明亮呀 哎呀这个质感 我发现属于你家的这个家具都是木质的 都是木质的 这个是原来最喜欢老王就 所以这个 后来这个是显色的后面 那样的房长的后面 你就喜欢类似于这种材质的家具 这几年乱的嘛 哎呀一进这段树家屋啊 是既宽敞又明亮啊 再看看段树居住的卧室啊 那更是被褥叠的板板张张的 这里是我睡觉的屋 这边 嗯 可以看 哪里是被褶的啊 那就是一个人 你是当过瓶子啊 没有 他们看着我都说我当过瓶子 我没有 看着床头那个照片的啊 哦 那是那个我本来有爱人 啊 好年轻 你还摆在床头呢啊 一直摆 一直摆着啊 嗯 就是心里边还是 嗯 是不得叫做 对 但是哪年去世的 一六年 哦 不是 那是 嗯 嗯 嗯 不知道是不是 你什么点 就是 我 我也爱 我呀 那从发现到辅室管他上 三年 嗯 三年 三年了 床头上依然摆着去世老伴的照片 看得出来段叔跟老伴的感情很深 原来三年前段叔的老伴被胃癌去世了 这给段叔很大的打击 我就是练太极以后 确实我感觉效果好辣 因为啥呢 我记得以前我也挺愿感冒 一感冒吧 总得吃药干啥总得吃 后来逐渐逐渐就差多了 你就是吃药少了 后来就不吃药了 一会一会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行啊 段叔说打太极练剑 一是能打发无聊的时光 二也是能强身健体 所以啊自打老伴去世这几年 段叔一直坚持着 而且是因为疾病把老伴带走的 所以平时段叔啊 还特别注重养生 我相当过于是养股的 完了都是按时按点 按顿吃 但是基本都是新的 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也是瞒他自己的 豆芽绿豆芽 我自己发都不买 那现在你有发的绿豆芽吗 我那个没有 可是照片还有 嗯 我有 我的天啊 这不跟买那个豆芽 是一模一样的吗 馒头自己蒸 豆芽自己发 你看咱段叔多厉害 这以后谁要是嫁给段叔啊 那饭菜啥的 指定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 那叔你说你找的一项 是不是得找一个跟你这个 新的爱好等候的呀 那是最理想的了 但是只要他有爱活动的心啊 或者生的生的生的有舞蹈的 或者是啥的 跳的观众舞 我只要他爱活动 这太宰了 太宰了 我有点好像也 我就不得劲 我本身嘛 就比较宰 你再来个宰的 我就显得气氛不好 今天有个比较能活不带一点也不好 这边我们了解了段叔的故事 那边啊 我们在吉林大学和平校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见到了同样有着别样故事的韩英韩阿姨 找一下韩英 你们练解长时间了 干练了 行 那你先练一下 然后我先做一下 好好好 韩英韩阿姨今年53岁了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打太极 这可跟咱段叔无有共同之处啊 阿姨你这牙是咋的 我这个牙以前就是假牙 然后掉过几次 掉就斩 然后这次说斩不上了 说牙根得拔 拔完以后重销 就现在活牙了 我说你不敢不敢张口说话呢 我在这一块退休的 不是我是那个工人编制 但是也是在这退休的 在这退休的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在这 我在后期我最早期是在实验室 实验室然后就是属于实验员 然后后期又在学院食堂待过 韩阿姨是吉利大学工人编制退休的 现在退休金3600多 阿姨说自己在工作上 一直都是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的 就是在这感情上啊 差了那么点意思啊 我为啥你知道吧 你不知道 好像是没有 因为我也不好说 20多岁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管的严嘛 自己也不会出对象 然后介绍几个都没想着 就是在学校工作嘛 然后就是坐班车 到学校下班坐班车回去 也不接触外面人 原来53岁的韩阿姨啊 一直未婚 除了自己本身性格以外呀 韩阿姨说也是年轻那会儿啊 自己没太着急 年轻我一点也不着急 不知道家里着急 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别人有 有那个 其实现在想起来 有男孩追我的 但是我当时 什么都不知道 事后很多年 想起来就好 当时那男孩 那么说那话 好像对我有点意思 那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你比他说 当时男孩说啥的 就我们当时是部队 这个学校以前是部队 是零几年是转职 故意吉林大学的嘛 当时就是学员嘛 这个学员毕业走了以后 特意到我办公室去找我 那时候我在实验室嘛 是给许荣做实验接触学生 然后在实验室 特意到我办公室找我 让我给留个地址 以后跟我通信 我现在跟他也不熟悉 通什么信呢 我就没留 他就非让我留 我还是脾气 还有点倔 然后就算了 我就时候想起类似这方面 后来想起也都是错过 回想起当初那些朦胧的经历 韩阿姨说 当时自己怎么就没意识到那些爱意呢 两个人在一起是沟通 会是好一点 听了韩阿姨的择偶标准 再对比一下段书的条件 弘扬觉着这俩人有戏 于是在第二天 我们决定让俩人见见 因为俩人都爱打太极 所以我们把见面地点 约在了韩阿姨练太极的地方 今天下雪感觉天不好 是是这个 他背一个箭来的 推一个背一个箭来 不是他也会吗 我想跟他牵手的时候 行 阿姨现在没到呢 一会儿到的话 咱去前面那公交站站 那会儿接他一下 好好 咱先往公交站站那边走吧 走那步行走 走 一会儿那个属女猜一台 哪一个是见面的阿姨 走这个第一个那时候 第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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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个是韩英 然后段数 走吧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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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了韩阿姨 两个人就边走边聊了起来 坐车 你倆坐吧 你往往里走啊 我这人 不是他回到车 所以不知道车还好 你自己早上直接过来呢 上车 早上车就打电话 我就 早上车就过来 你直接坐在一个车就过来了吗 364 我直接到28 28 早上是34 什么东西 你没仔细看 那你俩不仔细看的 我穿到五个平衡 戴帽子 我也没仔细看 没什么印象 稍微慢点那种感觉是 就好像思维差点 有点儿子掉下来 谁呢 走到 走到 瞄瞄就走感觉 不能太感动了 刚见面了 两人还不熟悉 那本来就有点内向的韩阿姨 更加不知所措了 但一回生二回熟嘛 接下来韩阿姨 你可得主动点了 我66年出生的 数码 你是哪年出生的 52年 52年 对 14岁 14岁 你看着挺年轻 没想到你这么大型 你是怎么到时这么年轻的年纪 就是啊 你自信 我一般啥事吧 不着急 不管多大急事 我心里也不能不着急 我也是干什么时候成绩 我觉得一到什么时候 我还不待在哪里 哪里 哪个人论心得真大 遇事不及 是俩人性格中的共同点啊 这一点倒是挺好的 咋呀 现在看在韩阿姨是不是自然不少了呢 这回呀 还主动了起了自己的感情状况呢 我未婚 我未婚 那你怎么始终就没有那个女生 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 我们同志大家都很困惑这个问题 因为我以前很早也有工作 就是各方面也都挺好的 同志之间是说也是考了试什么 我都是也是我们工人考核 每次我都考第一 干什么也都挺好的 一技术就没有对象 我也不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 他说起码他没小孩这方面挺好的 一会麻烦就少了 就是尽量到这方面 听了韩阿姨说了自己未婚的事 段叔觉着没孩子这点倒是挺好的 这避免了以后很多复杂的问题 阿姨你怎么还不敢看十五周年 看哪个人 看哪个人 再看一眼 看一眼咋样 你刚才看十五周年 你现在有没有心碰碰跳的感觉 我去看到女人有点心碰碰跳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对下错了 你现在有什么心碰碰跳 你有碰碰跳的感觉吗 你有碰碰跳的感觉吗 现在也没有碰碰跳的感觉 现在也没有碰碰跳的感觉 你这样嘛 先舞舞剑吧 他们能不能舞出这种碰碰跳的感觉 对吧 好吗 练练剑 对 马上打了太极伤 都行 因为俩人平时都打过太极拳 所以红娘就想着 让两个人一起打打太极 培养培养感情 哪里 全都是移动 移动 哪里 发现舞台 但无人看 逼人 我 在这 珍妮 现在 磋 大卓 一 Montser 小姐 湯 这个 很 拿着 老子 啊 对 我自己看了 他打得也就规矩了点 我打不下 打完钱之后 打我太极扇 不是 这不是我本意 要说这俩人太极扇 打得是真不错 这以后要是真在一起的 出双入队的打打太极 锻炼锻炼身体 你说多好 这太极扇互动完事之后 这俩人又接着 聊了起来 阿姨你觉得你这辈子有什么遗憾的事 我可能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没有成一个家 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吧 我最大的遗憾就没有自己的孩子 对 这是人生一个遗憾 想我说我如果有个孩子 我一定给他教育得非常非常优秀 但是很遗憾 恐怕这一辈子不一定实现 是 他对那些经历 咱这一错确实挺好的 挺心理 挺同情的 没结婚 没孩子 是韩阿姨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听了韩阿姨这些个经历 段叔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但韩阿姨 咱们好好把握现在 一切都还不晚 那今天段叔跟韩阿姨的这段缘 能不能续上呢 不太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瘦小的 太瘦的我不太喜欢 她真的好像心情 她总是因为我挺沉重 挺压抑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她这个姓 我考虑把这么大事 没结婚的人 从某种程度 肯定是贵留太好的 接触 挺关心的意思 再见 这是李阿姨在长春的房子 自打老爸去世后 她一直在四平的女儿家居住 所以就把长春的房子租了出去 偶尔回长春走走亲戚 会一会老友 于是红娘决定牵这根弘线 这个是李娟 然后段叔法 然后咱进来吧 好 好 刚一进门段叔 就开始在李阿姨参观自己的屋子 这个不到九十米半 插半几十米 这个就是那个 这就是那个 第二个 这个后门 新门 这是不是要放啥 放啥 咱们要放啥 让人说话 行 给他们 给他们喝喝 他们都辛苦了 又参观屋子 又泡茶 看得出来啊 咱段叔这热情劲的 泡完茶 两个人开始聊了起来 那你什么单线退的呢 我呀 我是服务行业退 服务行业退 其实我真的上班也没上多少年 十个年吧 后来自己做 也没自己做 因为原来华人他工作挺忙的 原来他个长颖 原来他长颖 对 效益挺好 对 反正是 完了后来他说的 走了也下岗了 所以你啥别干了 大家呆吧 以前阿姨大爷是 是长颖拉小平行 挺好 很心心挺高人 嗯 那你也没受得心想 反正我挺喜欢的 挺喜欢搞文艺 好 阿姨会跳舞 跳舞舞也是好 真的 真的 像这个老年 廣场舞啥的 一般 反正看看都能会跳的 但是现在素大了 好像也胖 身子沉 不像以前 那么爱跳的 以前这个年次就不要成功 那样可 是不是 李阿姨啊 觉着自己有点胖 但听出咱段数的意思没 话里话话呀 觉着李阿姨的体型正好 一点也不胖 我看啊 这俩人有点门啊 我觉得 人丑着还行 丑着一说话 实际啊 比较正直 身体挺健康的 应该说的是 今儿挺好 但是 我就怕是在 怕跟那俩 那个就是 怕不行 我能不适用食人的 或者这么做 可红娘觉着 只要是看对眼了 啥都不是圣人 而后呢 段叔说 想带着李阿姨到楼下散散步 进一步了解了解 就是看你咋的挺好的 就是学着 是一种养生的那个可能 最真 嗯 最大的人 这个确实养生 学着这个对身体 比较好 不一定要打太极 打太极拳 在哪打太极拳呢 在前面的时候 那正好一会儿 叫阿姨打打太极想一件事 原来李阿姨之前啊 也想打太极 苦于没有师父教 这回遇上了段叔 李阿姨可没放弃学习的机会 你熟呀 看看 啥我学了 看李阿姨这学的 是不是挺认真的 看到这样的场面啊 红娘都开始给段叔跟李阿姨 设想起了两个人未来的生活了 你叔叔就叫阿姨 打打太极 然后阿姨叫叔叔跳跳交集舞 咋样 我怎么就学不了 如果都展示这么多 你简单跳一下舞 现在有一个就是那个 光沙舞挺旅行 什么站着等你三千年的 那个挺好的 你这么本音的这些 他描写一个爱情的故事 他喇叭了不是挺好的 不是密成 所以人得珍惜 不能有遗憾 好 这也是个散步 嗯 怎么 其实这个才是开始 对 对 正在找了草原 正为真探演出家 才看你一眼 怎么 做好了 小水起了太枯湿蓝 正为你为我们 交换了 孙芬 趋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他俩互相认可的这股劲 我们的红娘真是老开心了